哈喽大家 我刚刚呢从Costco还有Shoppers回来 然后呢买了一些东西 就给你们做一个小分享吧 然后这次买的东西不是很多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看你们都蛮喜欢看那个Costco号 好先从Shoppers开始说起吧 在Shoppers首先买了一个这个破荷糖 就是有的时候 不清醒的时候可以吃点这 也可以让脑子清醒一点 然后还买了就是在他们 他们家那个药妆这边买了一些东西 买了一个这个妙巴黎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我嘴巴上今天擦的这个颜色 它是那种有点偏那种玫瑰豆沙色的感觉 是他们的新色12号这个颜色 我觉得特别好看 给你们手上试个色 就长这个样子 是这种比较偏玫瑰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家因为光是偏黄色的嘛 所以说就有点不是很准 然后你们可以去靠位试一下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温柔 然后我觉得显得人很白 就这个颜色 好接下来呢买了一个这个香水 是我一直特别特别想买的一个香水 然后由于家里香水太多了嘛 都没用完我就没买 但是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把它给买了是这个 Gucci他们家的这个香水 就是粉红色那一罐 我觉得特别好闻这个香水 然后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特别喜欢 主要是它那个包装我也很喜欢 然后味道 我每次就是去那个专柜 我都要闻这个味道 然后都要 反正很喜欢 然后正好现在手上有一瓶香水 快被我用空瓶了 所以说就可以补个货 就长这个样子 我买的是30毫升的 然后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包装特别好看 就是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又是粉红色的 就完全是我的颜色呀 太喜欢了 然后现在喷一下 喷一下看看 很香 这个有 这个好像都是花香味 但是我对味道不是很敏感 就我具体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到时候我还得去查一查 反正就特别好闻 然后我蛮推荐你们 去买这个香水的 特别好闻这个味道 我很喜欢 好接下来呢 就是在这个LCBO买了一瓶红酒 就有的时候可以晚上睡觉前喝点红酒 不要住眠嘛 然后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一个红酒 是我男朋友买的 就这个红酒 然后接下来呢 就全是Costco的东西啦 首先我们买了一个这个坚果 就有各种样子的坚果 然后这个是20多块钱 然后一大盒 我觉得还蛮值的 然后它里面有这种 腰果呀 杏仁呀什么的 这种东西吃了以后 对身体比较好嘛 就比较补呢 所以说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是这个 那个 这是什么来着 这是蓝莓 对蓝莓 然后这种比较大颗的蓝莓 感觉会比较甜 一般在别的超市买的 那个蓝莓都特别小嘛 就很酸 然后这个蓝莓蛮大的 就还挺好 我上次在中国超市 看到了一颗这么大的蓝莓 然后就是这种包装 这么大的蓝莓 我想是不是 打激素给催大的 不敢买 然后这个蓝莓的大小 还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然后就买了这个蓝莓 然后接下来呢 是买了一个 巨推荐给你们 这个 好重 这个饺子 你们可以去Costco 找一下这个饺子 特别特别好吃 这种煎饺 然后是猪肉的 非常非常好吃 猪肉白菜 或者猪肉什么菜 里面我记得是有菜的 然后这个已经是 我们一个回购了 我们已经这么大一包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就是我们买的第二袋 巨好吃 这个推荐 我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的 就在他们家那个 卖那种亚洲食品 然后有馄饨的 然后旁边就是这个 我们这边是这样的 特别好吃 好 接下来是羊肉 之前老陆那个 三天吃什么嘛 然后有烤羊排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 就看了以后比较馋嘛 然后那个羊肉呢 我们买的就是这个羊肉 就这个羊肉 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可以认准 就他们家自己牌子的羊肉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准备烤羊肉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东西了 最后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肉 然后我每次炖那个什么 土豆炖牛肉啊 或者是红萝卜土豆 什么巴拉巴拉炖牛肉 就是我每次三天吃什么的 那个视频里面 牛肉呢 都是这个牛肉 给你们看一下 就叫Short rib 这个牛肉 然后特别好 你们可以看这个 肥瘦相间的 每次我们就是吃别的肉 我们家都会扔 就是吃不完嘛 就把它给扔 然后这个肉 我们每次都是可以吃完 所以我觉得这个肉不是很腥 然后也蛮好处理的 你就直接不用过水 你直接泡一下 把血水泡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做那个肉 然后炖的肉都特别特别香 如果你们会做牛肉面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买Costco这个 这个肉去做牛肉面 我觉得很好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买的所有东西啦 就是东西不是很多 然后都给你们分享完啦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这个类型的影片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准备去吃饭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